西头风景区是知名的旅游景点 一遇假日包括公路客运运输站都是人满为患 但也因此造成在地乡亲搭不上客运车 必须亲自开车在学子到外地上学 县议员吴瑞芳在今天第十九届第二次定期会上 希望县府能加开彰化客运、园林客运及南投客运的班次 县议员曾正妍则针对南投客运的班次 在南投市大同街目前在师座的下水道工程仍有民众反弹的声音 希望县府建设处能多与民众沟通广纳建言 台东家和我们的博客运车有我们做起来 有下水道也开几个变的算命灰 几个火也有你丁边开灰时 请有利真的宽敌的 我希望我们丁边如果要重要的设施 因为这个中间电话也有几个千万 我们有买重要的设施一定要跟我们博士双向沟通 不要说我们丁边这么用心 来和大家和我们的乡亲和白菊亭都做好 还参省民怨 这样就做得流汗 县议员吴瑞芳在今天定期会上 希望县府改善西头大众运输 在沿线加开客运运输班次 以让游客分流 县议员曾正言 在希望县府施作民生工程时 一定要倾听民意 避免民怨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下集见